OK,Section 4是NH Quantization 那我们前面已经就是介绍 所谓NH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Physical Quantity 是一个物理量 那这物理量它其实可以这样 可以测量也可以计算出来 就是你有时候你用其他物理量的测量 然后计算出能 这个能量的大小 那我们这边要告诉你 就是说你在围观世界里面 实际上 围观世界里面我们会 回到物质的本性 什么是物质的本性呢 就是不管是电磁波 或者是粒子 它其实都会同时有粒子性 跟波动性 那有粒子性跟波动性的话 它就譬如说 这个粒子的话 有波动性 那就必须要满足某些规则 那原本你在什么 你在聚观尺度下 因为那些波 它本身每个波它有一个 不同的相位 就是说将来你会学到 它 比如说它走不同的距离 会造成不同的相位 就是角度的概念而已 它每其名叫做相位 那因为你每一颗原子 它都不同的相位 导致你聚观一看 你看不到波的特性 但是你回到围观 你把粒子减少 你会出现了这个波的特性 那只要一有波的特性 它就会有什么 它就会遵守 波的性质 比如说我们来讲 第一个例子 就是你会看到能量量子化 第一个例子是Hydrogen Atom Hydrogen Atom的话 如果说 这个同学有训练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网页上 有虚拟物理 还有模拟 模拟说你如果说 这个B图来讲 B图的话就是说你的波 波有一个波长 因为你现在说电子在绕 氢原子、原子核在那边转动 转动它的轨道 如果跟电子 我们说你看到一颗电子可以当做波 对不对 那这个电子的波长 如果跟轨道的长度 它没有成这个整数比的话 那这时候呢 这轨道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B图告诉你说 它没办法这样 没办法弄成一圈 完整的一圈 那C图要告诉你说 它刚好是等于波长了一倍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 轨道是存在 而且是一个完整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原来 你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概念 只是用波长的整数比 那也看到我们后面的例子也都是 全部都跟波长有关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波长一倍 可能就是量子化N是1 波长两倍量子化N是2 那这个D图 那E图要波长三倍量子化就是 就是N就是3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子核 然后电子在外面绕圈圈 所以你可以随便画一颗电子上去 电子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之前常讲的 什么 它根本没有太大的 就是说 太大的 新的物理的一个什么 一个 差异性 其实 就这么简单 就是波长的整数倍而已 你可以看一下 譬如波长整数倍是2πr 所以2πr除以波长 等于N N就是整数倍 这时候就会造成 角动量量子化 就这么简单的概念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计算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些 就是量子力学的 那个基本概念 什么样的基本概念 第一个就是 我们常常把波长的导数 当做什么 当做波向量 所以我们定义成K 所以这只是一个习惯性用法 有时候叫做波数 有时候叫做波向量 因为你 这边我们简单的看 就把它当做一维空间 那实际上你落到二维三维 它是一个向量 好 所以你把那哪分之二πr 当成K 好 所以它这个左边的是 K乘以R等于N 好 就这么简单 就是2πr除以那哪等于N的概念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什么 把粒子性跟波动性之间互换 那波动的话 我们就知道 它会有一个波长难达 然后会有一个频率F 对不对 那粒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它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动量 动量是P对不对 然后能量是1 对不对 那这两个之间互换 你到微观世界去 每一颗原子 光子 通通都可以这样互换 基本上就把 这个动量变成 变成是H除以难达 然后能量就变成H乘上频率 就这样就简单 可以把粒子性跟波动性 全部都完整的结合起来 好 所以呢我们刚刚这个什么 这个K现在哪分之2π 对不对 哪分之2π 然后我要这样 我要乘上什么东西 这边要让它变成P 所以你看 这边就是习惯性用法 那边哪分之2π 对不对 那我们要乘上什么 乘上这个H除以2π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H bar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那哪分之2π 我们就叫做K 然后这个 H除以2π 我们就叫做H bar 所以bar就是除以2π的意思 好 所以我就把刚刚 左边的式子呢 两边都乘上H bar 所以变成 这个左边是KH bar R 右边是什么 是NH bar 但是KH bar R就是P了 所以这边就是P乘以R 所以这个就P 好 这个KH bar就是P 那P乘以R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角动量 所以你马上得到 角动量量之化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MvR P就是Mv OK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边有一个速度 Mv 那角动量就是R H bar 你有一个角动量量子化以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得到 能量量子化 非常简单 首先呢 它为什么可以在那边做什么 做圆周运动 它一定有向心力 对不对 所以第一步我们就说 它的向心力 M乘上R分之V平方 等于什么 它是来自于 电池的吸引力 所以你有一个 原子 原子盒里面有子子 带正 正的E 然后电子带什么 带负的E 对不对 然后两个吸引造成向心力 所以它们的力量代表是 4Φ0 R分 R平方分之1平方 好 再来呢 我们要怎样 我们刚刚知道说MvR是一个常数 是MvH bar 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换成MvR 这样 MvR就可以用常数来带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R平方把它带到 带到等号的左手边去 放上去 那你左边那边 Mv平方R 对不对 然后再把V bar 移到右手边去 所以你就得到 MvR MvR等于这个 4Φ0 分之1平方 然后再乘上速度分之1 诶 这时候速度的量子化就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本来有两个位置 其实是三个东西不知道 一个是速度不知道 一个是半径不知道 一个是能量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说 速度也会被量子化 半径也会被量子化 半径也会被量子化 然后能量也被量子化 你看 所以 第一个是得到速度 速度就等于一个常数 4Φ0 分之H bar 平方 它成像什么 成像N 倍的H bar 分之1 所以它已经 变成123 你放进去 就会有不同的 这个 轨道 不同的量子化轨道 然后它有不同的速度 所以是跟N分之1有关 那R呢 R就可以讲 R就可以用这个 因为L等于NH bar R就等于L 除以MV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R就等于L 就是NH bar 除以MV 所以你算出来 它是等于N平方倍的这个常数 所以我们平常在画那个 那个氢原子 电子的轨道的时候 N等一 实际上应该是一倍 对 这是一倍的半径 N等二实际上你要画几倍 实际上你要画 画二二四四倍 二三四 所以下一圈你应该是这么大一圈 好大一圈在绕 在那个 就轨道量子化 好 那 在下一步我们算能量 这你看一下 能量的话 其实正常会有动能 再加位能 那动能是二分之一MV平方 好 然后 位能是负的四πε0R分之一平方 就这两个正负电吸引 那其实你就会发现到 这利用刚刚那个 我用蓝色化 刚刚这个 作用力的这个式子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 二分 这MV平方会跟什么 四πε0R分之一平方 是一样的 这是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 你最后呢 就发现到说 这个减掉 这个一倍 就变成 负二分之一倍 所以实际上 因为二分之一MV平方 它的MV平方 跟什么 跟四πε0R分之一平方 是一样大 所以你可以把 四πε0R分之一平方 快到那种速度 就是 你都得到了 R分之一平方 它都会有量子化的能量 它可以安排 consists of n212的增空 波长的整数倍,就得到量子化能量 第二个例子,我们在右边有一个图 你如果去把氢原子气体关在一个空间中 然后你去利用电,去excite它 接下来,它就有机会把电子从N等1excite到2或3 接下来,它掉回来会发光 发光的话,你看到它不是连续光谱,你看到右边这个图告诉你 它是discrete 我想你在高中有学到,还有什么 有好几个,譬如说N等2掉到N等1,有一个光谱系列 N等3掉到N等1,有一个光谱系列 这个在高中还有定义那些名词 所以你会看到是discrete discrete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半天的什么 就是它的波动性的一个nature 它本性上是波动性 再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example 它也是量子化,量子化很简单 就是particle in a box 就是你把一个粒子关在一个空间中 这时候产生出波动性以后,它就会有量子化的现象 它的概念上就是,我把它关在一个长度是a的范围内 那我们习惯对称性,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的一边是负二分之a 另外一边是二分之a,然后把粒子丢在这边 丢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前面学到过Energy Diagram Energy Diagram就是画卫能 所以这边画卫能就是说,它两边是无穷大卫能 所以你看到,我们画一个这个图 它这个左边右边是无穷大 上面也无穷大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会产生什么呢? 一样又是什么? 又是你从你所学过 就是你在聚观世界,你在弹吉他 一波,这时候产生什么? 产生助波 所以你第一阶的助波就是这样 第二阶的助波就是这样 第三阶的助波就是什么? 就是说Standing Wave 然后它有一个基平 然后接下来是激发态 然后再来就更高的激发态 那你看到这些,它满足什么? 基本特性 它只是满足这个,它的尺度 这尺度我们这边定义成a,对? 那是a跟什么?跟二分之波长有什么关系?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波长的整数倍等于a 有没有看到? 那我可以写什么?波函数答案一模一样 那我可以用很简单的波的概念 你看这边就是二分之波长,对不对? 二分之波长等于a,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助波 然后这两倍的二分之波长 等于a,对不对? 然后这什么?这是三倍的二分之波长 完全不需要 写下你的波环数,你就可以得到量子化 所以你得到二分之波长,乘上n等于a 那一样,就是你要把这个粒子性 跟波动性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你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变成Nanda分之2π乘上a 就把这个Nanda把它移到这个 右手边来,等到右手边来 然后再把它乘上2π 所以,變成是難達分之二π,乘上A等於Nπ 為什麼要寫難達分之二π,因為它就是K 這就是波數波向量,這是它的定義而已 有了K以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可以得到P 可以得到動量會等於K乘上H-bar 所以P會等於K乘上H-bar 這個也是我們剛剛講的,你到量子力學就會學到 所以,粒子就有動量跟能量 波動就有波長跟頻率,它們之間可以互換 所以我就會算能量,能量就是2mP平方 這是你古典的物理概念,它就是1mV平方 那你把mV換成P,所以答案就是2mP平方 然後在圍觀世界裡面,P就是K乘上H-bar 就換成波長 所以你最後一步就找到量子化的概念 因為這裡頭告訴你,這個K等於什麼 K等於A分之Nπ 這邊告訴你,剛剛這個式子 我藍色化,這個 K等於A分之Nπ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答案就是2m分之 2mA平方分之H-bar平方 π平方 N平方,你看到N出來 量子化 所以一樣都是這樣 都是回到波的概念 然後在波長的整數倍的概念 這是鑄波,所以是2分之波長的整數倍 因為它的節點在兩個端 就-2分之1到2分之1